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朱宥勳史書人生攻擊頻道 我們會在這邊跟大家聊聊時事 文學跟一堆雜細雜霸的東西 最近我看到一則新聞 YES123求職網做了一個調查 問大家心目中的夢幻職業是什麼 其中作家這項實業 在男女兩邊的受訪者 竟然都在前10名以內 而且男性受訪者當中有18.2%想要當作家 是夢幻職業排行的第7名 女性受訪者則有21.9%想當作家 排在夢幻職業第5名 這個大家是認真的嗎? 去年我出版了作家新手村的兩本書 就是希望大家對作家這個職業 可以有比較現實的理解 看到這個新聞 我只能感到抱歉 顯然我的書賣的還不夠多 不足以戳破大家的夢幻泡泡 於是我決定來做一件 很少作家會願意做的事情 我要來開箱一下 我自己三月一整個月的工作行程 雖然不是每位作家的工作型態都一樣 不過我想我應該算是很符合 專職作家定義的人了 至少我目前沒有任何固定的薪資 9成以上的工作都跟文學有關 如果其他同業有不同的狀態 也很歡迎分享 我們一起來聊聊 所以作家平常都在做什麼工作呢? 大多數人都會想到的是寫稿對吧? 但其實寫稿只是我的眾多工作之一 事實上我會把自己的工作分成四大類 第一類是演講與座談 第二類是會議與評審 第三類是錄影與錄音 第四類是寫稿 我等等會分項解釋各類工作的內容 我先來揭露一下數字吧 我四項工作的數字統計如下 一 演講與座談11場 上台時數24小時 準備時間跟交通時間沒有記錄 第二項會議與評審總共18場 執行時間大概15小時 一樣 準備時間交通時間不記錄 第三項錄影跟錄音5場 執行時間大約8小時 準備時間交通時間不記錄 第四項寫稿總共10篇 大概是35000字左右 老實說我看完這個數字 我也覺得 靠腰不在3月而已嗎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多啊 我什麼時候做了這麼多事情啊 而這還沒有計算一些不太正式的活動 比如我在臉書上發了廢文 或者跟朋友聊聊未來想做的計劃 一些私下的諮詢跟意見交換 接下來讓我一項項解釋 我上面列的這四項 每一項到底都是一些什麼東西 第一項是演講與座談 我在作家新手村裡面說過 這通常是作家收入的主力 台灣有千百個單位 隨時隨地都在找人演講 從學校、公務機關到私人機構 其實很多人喜歡聽文學 就算書不好賣 演講的市場還是很大 不過這種工作的隱藏成本很多 表面上看起來 只要站上去兩小時就有好幾千塊 似乎很賺 但事實上兩小時背後 可能是七八個小時的備課時間 這還是在你已經略懂這個主題的狀況下 才有可能做到這個地步哦 如果是完全不懂的主題 你大概用一個禮拜來準備一場演講 也是很合理的 3月的11場演講裡 我最開心的就是在余典堂開了4堂超硬的文學課 帳面上我每一場都只算了3小時 但其實我每次都是待4、5個小時以上 如果有去上課的同學就會知道 我通常會待到最後一個學員 問完問題跟他聊完為止 我才會離開 除此之外 有一場到桃園高中講的教師演習 也很讓人開心 累了國文老師找我去講 返校的遊戲和影視改編 國文老師想要了解遊戲敘事 陶高的觀念也太先進了 接著是第二項的會議與評審 這項工作的時數沒那麼多 但很容易打亂行程 我常常在兩個活動之間想辦法擠出一個小時 去某個很安靜的地方開電話會議 開視訊會議 曾經有上班族的朋友 在公司裡面整天開會覺得很煩 就問我說 你們作家應該就不用開會了吧 呵呵 當然不是 只要你需要與人合作 大概都免不了要開會 我們的差別只在 我們開會的對象不是上司 大部分都是平行的客戶 但這個有比較簡單嗎 那就看你的客戶是誰啦 我常常開會的理由 都是跟合作單位討論如何辦活動 或者如何開發一套新的課程 像在3月裡面 有幾個會議是公家機關的審查案 我要先消化別人投過來的標案資料 然後判斷活動的可行性 有時候看到很混的團隊 真的想拿標案資料敲他們的頭 那如果你在3月有被我敲到頭的話 請不要出來認領 我不想要面對這種尷尬的局面 好 有好幾場會議 是我和朋友想要嘗試一些新的計畫 於是到處拜會可能的合作者跟平台 然後搞半天其實你也不知道會不會成這樣 這些會老實講 是我覺得最令人疲憊的工作 但不做又不行 畢竟不能所有事都單幹啊 我有很多事情是我自己沒有能力的 那自然就要去找有能力的人來 不過這個月裡我最開心的會議 是我之後想要去做一個個人網站 所以我在找網站設計公司 終於換我當別人的客戶了 開心這樣 不過這個當別人的客戶就是要我負責花錢 沒有錢賺這樣 那第三項則是2020年疫情年之後 越來越普遍的一項工作 錄影跟錄音 大致上錄影就是錄YouTube為主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頻道的這些東西 偶爾也會有一些線上課程 線上訪談之類的工作 錄音則是Podcast為主 是的 我有嘗試跟一些單位合作Podcast的 感謝頻道裡面有些朋友的敲碗 這對我來說比較是新開發的業務 不是傳統作家習慣的工作 其實也不是我習慣的工作 所以我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來參與的 就算沒有賺錢我也會繼續投入努力這樣 比如大家看到的這個頻道啊 就是我一直會交作業的一個地方 我一直相信文學的內容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不該局限在舊的媒介裡 那我當然要身體力行去試不同的媒介了 最後才是大家第一印象的寫稿 沒錯 大家以為作家整天都在寫稿 並不是好不好 就算我有辦法寫整天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刊登 你可能會說 等一下你三月已經寫了三萬五千字了 這樣還不算整天寫稿嗎 聽起來很多欸 這樣說好了 如果在資料齊備 並且我神智清醒的情況下 我這樣子的熟練程度的寫作者 我們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時一千字 小說創作會慢一點 論述的稿件會快一點 但大概就是這個節奏了 所以假設我跟上班族一樣 一個月寫22天 每天8小時 我大概一個月可以寫18萬字 當然這個前提是我沒有卡關啦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以18萬字為基準 三萬五千字 其實只花了我五分之一的公尺 我80%的時間都沒有在寫稿 但是這個算法其實也是有點問題的 這些稿子當中 有一部分是你正在看的YouTube頻道腳本 大部分還是其他媒體出版物要看的稿子 比如我這個月寫兩篇 關於前輩作家鍾肇正的長文 總共1萬字 那1萬字你可能就會覺得 喔我知道 10小時對不對 每小時1000字嘛 也沒有這麼簡單 為了寫這1萬字 我大概可能要額外再讀10本左右 甚至15本左右的書 而這是在我已經很熟悉中肇症的情況之下 我只要去補一些補充資料就好了 所以這3萬5千字背後 也不會只有35小時的公時 很可能是好幾倍以上的時間 而這裡面只有5千字是我自己的書稿 也就是我之後出書會用到的稿子 如果順利的話 我今年年底還會再出一本書了 那這就是我覺得 作家生活跟一般人的夢幻最遙遠的部分了 很多人會以為作家就是一直寫稿子 而且寫的是自己的稿子 然後放到書裡面去賣書 但實際上 我們做的大多數工作都不是寫自己的書 都在寫別人的稿子 先別說寫稿只是四大工作類別的一類 就算是寫稿 為了要讓收支平衡 我以為是優先寫別人邀請的 已經付錢買的東西 老實講 你自己寫的書的稿子 能不能賣出去還不知道呢 你當然會先去除你那些已經有賣家的稿子啊 然後你才能集出時間來寫自己的稿子 整體來說 今年3月算是我平常工作狀態裡 中間偏忙的日子 如果忙碌程度從1算到10 大概是7到8分左右吧 其實不是最忙的時候 我還有很多更可怕的爆炸時期 因為我很多工作已經蠻熟練的了 所以速度會比新手快蠻多的 在這樣的效率下平均下來我大概每天要工作8小時 聽起來好像還好對不對 這是沒有假日的情況下 平均每天8小時 不過以上這些話 我都沒有絲毫抱怨的意思 事實上我知道我是文學創作者當中非常幸運的人了 至少我還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忙 之前我就聽過一位前輩分享 說我們這種人只有兩種狀態 一種是接不到工作 所以焦慮了要死 另外一種是接得到工作 卻被各種亂七八糟的案子淹沒 於是就忙得要死 無論如何都是要死的 沒有中間值 但如果你問我在這裡死來死去的生活做得開不開心 我會老實告訴你 超開心的 就算忙爆了 也是在忙自己喜歡的事情吧 以上開箱 給那20%左右 把作家當成夢幻職業的人參考一下 我的現實是長這個樣子的 如果你看了這些現實細節 不但沒有覺得可怕 反而覺得這很棒啊 我也想試試看 那恭喜你 也許你的人格特質很適合這份工作 那你也可以參考一下我之前寫的作家新手村 這裡面會有更多的現實細節 我會把連結留在下方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歡迎訂閱BK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